目前上海汽车产业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 商务车体系应该说以苏联在1953年建立的卡车体系为代表的东北工业体系 所以这块的话应该说从50年代就在东北153个重点项目建立了东北的重工业的支撑中国的体系 而商务车体系应该说从80年代开始在上海跟天津的一个建立 当年的话上汽汽车公司和天气汽车公司分别走了两条线路 天气汽车公司坚持自主化发展的线路 所以那时候引进了夏立大发等这些产品 但是又没有采取合资的一个方式 采取了从日本的引入产品像夏立大发等产品在国内销售 同时还有燕盘的卡车跟三峰的清客这类产品在国内都占据领先位置 所以那时候的话应该说上汽算是第一 前汽应该算到第二的一个位置 一汽跟东风应该排到第三第四的一个位置上去 但是由于自主发展的话 它面临着国内管理水平的比较落后的一个情况 尤其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相对比较落后 而上海汽车的话应该说在八十年代开始 以朱镕基为领导的上海汽车体系 采取了国产化的线路 所以大量的国外的零部件企业 在中国建立了本土化生产的体系 这样的话推动了桑塔纳国产化的同时 把国外的零部件企业集团引入到了上海地区 而没有引入到天津地区 尤其是上海的话是跟德国汽车工业的合作 而欧洲汽车工业跟北美汽车工业 都属于开放的体系 对于外属于相对来说比较合作发展的态势 而日本工业体系属于保守封闭的体系 所以日本汽车在中国的发展 或在世界发展都属于一个独立发展的一个态势 而欧洲汽车的话 属于把欧洲的汽车零部件集团 迅速拉到上海来 因此上海汽车就获得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机会 尤其零部件企业做的相对特别好 比如说像博士财福 麦格纳爱新经济以及像这些大陆 还有其他几些零部件企业 都是在中国应该说建立了上海为核心的 零部件的支撑体系 然后再辐射到全国去 所以上海是全国的零部件和整车的两个中心所在地 对全国的地位应该处于核心的支柱地位 那么上海的疫情将如何影响全国汽车产业 应该说对全国车企都有巨大辐射性的影响 因为基本来说上海的地区的零部件体相对比较完善 尤其国际车企 这些在上海的布局是比较强大的 因为上海作为一个出口的核心的集散地 所以上海港口的意义比较大 而且上海作为长江的下游地区 所以它的连接长江中流上游的长江流域的辐射作用 也是极强的 因此的话这次影响的话 我们主要是影响零部第二企业 尤其影响到像芯片 像一些精密的控制设备的国际垄断的 他们在中国的聚集的话 基本以上海为核心 而且的话采取的是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体积 核心的资源的话都在上海地区布局 可能在各地还有一些 相应的本地化的一些配套的东西 但是核心的生产是在上海这边 尤其是芯片一类的产品 所以这样的话对国内企业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从成联会的数据来看 目前复工复产情况如何 还面临哪些挑战 目前的话就是复工复产的话 不可能直接带来销量的增加 而是市场更加进一步的下滑中 所以第三周的话 市场还处于进一步的恶化中 并没有至于不一步的改善中 这个是我们复产的一个特征 因为你复产的话 刚开始在上面这边做压力测试 然后这些企业工人 还都刚开始恢复到岗位上去 不可能对外地的这些零部件的租送 或者是外地整车的生产 带来直接的一个错进作用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复工复产到整个全社会有感受 它是有一个相对的过程的 目前这个过程还在推进之中 所以第三周 这个市场还在进一步的恶化之中 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而可能到了第四周 或这个情况才能得到 瞩目的一个改善 因此其他行业 由于是全国一盘级的体制 而且的话应该说 对零部件各方面质量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上海疫情化 是属于百年不遇的情况 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这个恢复也是比较慢的一个过程 复工复产是一个巨大的 社会责任的问题 其实复工复产对很多企业的话 带来巨大的压力 应该说不复工复产的话 企业没有那么大的社会责任 他们社会承诺 也不会要求这么严格 现在你如果要一复工复产 你就要养这些人 要一日三餐 要去管他洗澡吃饭 然后还有安全防疫 都要去管他 而这个我们很多零部件企业 它没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 工作场所 还有这些休息场所 过去来说都是走弯式的 现在突然变成了 要一关关一个月 或关半个月 然后要管这些人吃喝住 这个对企业来说成本增加巨大 尤其物流又相对来说 并完全舒畅 所以企业的成本增加压力 是极其艰难的 这个对企业带来巨大的考验 但是企业从社会角度来说 还是要加速复工复产 确保其他企业的运行 所以产业链的复工复产 应该是一个社会奉献的一个过程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